2月10号 时隔三年 作为福建沿海与金门 马祖地区直接往来的一个重要通道 泉州至金门小三通客运航线恢复通航 当天 有47名旅客通过全京客运航线往返于金门和大陆之间 三年前我们的小三通还是认正常化的时候 我们常常往返 然后在1月7号那个金夏已经先通了嘛 先有过年的一个专案我们已经有先搭乘回去了 但是今天的一个全京航线的一个开通意义更非凡 因为整个大泉州地区的一个台胞还有金门乡亲也是挺多的 两岸的交流是不可能会中断的嘛 那金门以全州之间 以整个福建之间可能更绵密的嘛 对 那希望未来能够全面开通这个小三通 2020年2月10号 全京航线暂时停航 给台湾同胞 特别是金门乡亲带来诸多不便 全京航线复航是继夏京航线 两码航线复航后 扩大两岸小三通航线迈出的又一步 确实方便很多小当中真的是当务之急 真的是早早就要开了 比如说疫情的关系所有说已经等了非常非常久 所以说这对台湾人来讲真的是非常大的帮助 在交通方面是非常大的帮助 这种应该是慢慢渐进的开放 要不然现在还有很多台商都没办法从小当中进出 自收到复航消息后 泉州边检站第一时间制定勤勿复航方案 提前备足执勤警力 每日定期开展全流程 全要素 全覆盖的复航综合演练 针对两岸旅客讲闽南语的特点 泉州边检站安排闽南语志愿先锋队提供闽南语通关保障 在这三年里面我们边检的工作人员是一刻也没有停止业务的学习 就为了富航的今天能够与更精湛的边检技艺 为两岸的同胞提供优质的通关服务 那同时我们今天也特别安排了几名同闽南语的检察员上台 通过闽南相应的问候拉近两岸之间的距离 同时在全程通关的过程中保证整个通关的安全 也在旅客出现问题的时候能第一时间的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作为大陆第三条对台海上直航客运航线 全京航线自2006年开通以来 以安全营运2.9万余航次 旅客人数139万人次 其中近六成为台胞